我国的警队有没有被政治干预 早前全国总警长阿多哈密就说 收到内政部的指示 要延迟某一些警队高层的任命 过后就传出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 一直在干预警队高层调动的这样的事件 虽然韩沙赞努丁他否认这样的传闻 可是网络最近就有一支录音在流传 这录音里头就会听到有两个人 在商讨警队高层的委任 其中一个听起来很像是韩沙赞努丁的男子 他就谈到说要在警队让自己人升上去 是自己人 乙保人 霹雳人 虽然他在言谈当中没有提到阿多哈密这个名字 可是录音当中这把貌似韩沙赞努丁的声音就说 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像前任总警长那样挑选谁是接班人 而且他在委任周总警长的事情上 也已经不再有话语权 他只能推荐五个名字 那这整段录音在网上流传几天之后 今天韩沙赞努丁就出来承认 录音里头那个说话的男子就是他 他也很大方的说他根本不怕承认 因为他认为他所说的并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偷偷录音的人 这段录音在网上流传之后 掀起了警队被政治干预有人要安插自己人当总警长的疑云 而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今天承认 录音里的那个人就是他 采取其他做法 的确有干预警队高层的任命呢 对此部长强调他自己是警队委员会的主席 宪法赋予了他针对警队职务做决策的权利